大家好 今天啊 我去一个朋友家 那么我现在呢是在河北 河北的这个大厂和燕郊这附近的一会带大家吧 转一转 到这附近的走一走看一看吧 很久没有看到河北 现在什么样子了吧 也来给大家探秘探秘 顺便 轻轻松松的玩一圈 现在呀河北已经跟北京一样的恢复正常了 早就不是 两个月以前的河北 好我现在到的是夏地儿 这个是大厂这边的一个镇 然后再往左走哈 你看再往左就是燕郊和北京 再往右走的是三河和沈阳 这个牌子上写着呢 看到了吧 光阴四见我和这位朋友已经认识了十余年 他已经从最初的北京市中心居住 而搬到了距离北京十余公里外的 这个河北大厂县 至于为何搬到这里以及这里的物价 稍后告诉你 他买了新车 让我们先感受一下吧 你这车怎么那么窄呀 这块 我感觉我这车比你前面车那个视野比较宽 你看 你那车就不是有车 对呀我那车没你这个 对呀你这个车是 你那车车 你那车车 你自己缝的 对呀自己缝的 这个这个 跟秀花似的 对呀意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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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 哎呦你看 我都好久没去KTV了 我记得我上一次去KTV是两年前了可能的 北京现在KTV 都很贵了 没有以前那么便宜 想当初咱们 那时候多便宜 是吧70块钱能唱 多少小时 7个小时8个小时 天呐 这车现在加上勾支税是 12万块钱 对 在这边还不好上牌 就是要回你们老家那边上 你看这现在这车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车 车房都是标配就跟过去的三大件一样 对吧过去三大件什么 冰箱洗衣机什么自行车之类的 现在就是车房还有什么 洗衣机 是吧 服事 以前那些小伙伴都走了 离开北京 各奔东西 昨天我那个朋友有点喝多了 失态了 他刚买了车半年 他是石家庄人 这边呢 是河北省 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环京带 那么 这边的物价还是比较便宜的 鸡蛋 3块5亿金 比北京便宜吧 然后 然后北三线呢 就是指这一个区域 就是北三线之一 这个大厂回租自治线啊 我现在在这地方 我现在在这地方 也叫伊乡 就是伊斯兰的伊 伊乡 那么 我一会呢 跟你边走边聊吧 今天的风好大 但是空气好好啊 昨天刚 出现那个雾霾 沙尘暴 今天天气就这么好 原先呢 很多的工厂都在北京 那么现在呢 由于这个政府搬迁吧 北京的一些污染企呀 就搬到了 这个六环外吧 这种地方啊 廊坊呢 就承接了很多这种工业的厂房 食品加工业 这个石家庄的朋友 他呢 原来就在北京工作 但是他的厂房呢 就搬迁到了大厂回租自治线 就是这边啊 在那一块区域 所以呢 他就来这边住了 嗯 说一下他们这边的工作吧 就是在那种国企性质的工作吧 管吃管住 八五五制的 早上八点上班 下午五点 下班一个周工作五天 然后自己呢 他租了一个房子嘛 他这个平均月薪 说这边的国企也就四五千块钱 但是 对于他们这边的生活来说 绰绰有余 因为 他租房比较便宜 一年 才七八千 一个一居市 那要在北京的话 你在外面住一个月有的就得七八千 对吧 这边的单间看到了吗 就是我身后的 这个单间 你看哈 是一千三两居市 一千三一个月便宜吧 已经几年没有涨价了 那么像他在那边的话远一点下电阵的话呢 是一千二三居市 一个月 如果他要跟别人合租的话 一个月就三四百块钱 你们要是 你们要是有搞自由职业的啊 或者是做什么影视的呀 在家里边呆的时间长的 你就可以到这边 朝白河这边 河北这边来住 就是能节省很大很大很大的成本啊 我一说到这地方吧 有的人就会联想到燕郊 大厂比燕郊绿化要好很多 而且路上车也比较少 毕竟他的常住人口很少 燕郊七十多万 大厂才十三万 你看差得很远啊 这边学校大厂幸福学校啊 是小学校建的还挺漂亮 我想在这说一下 在大厂这边的一个工资水平吧 就是我了解到的哈 有那种周节工 一周一节 这周节上一周的那个 就是做工人的啊 一周一节 每天的工资是187块钱 再加10块钱的饭补 也就是 197 小200块钱一天 然后一周上6天的班 每天工作11个小时 你算一下一个月 他做这个周节的工人 能够赚4000到5000块钱 5000 小5000块钱吧 还是可以的 在这个当地来讲 而且上这个班不是很累 那么这边的物价便宜 房价也便宜 现在有一个就是 限购政策买房的就是 呃新盘据说现在啊 不怎么限购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二手房的话是坚决不能买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大厂 回族自治县这个地区的户口的话 你就不能买二手房 不能交易 是限购政策从17年到现在非常严格 但是好消息是近几个月大厂线已经 逐渐的在放开人才引进落户政策 大厂有一个优势就是 全廊方是唯一的一个 可以高考降分录取的地方 比河北的其他县市高考的时候要容易 如果你不去北京上班的话 你就在这边找个工作 这边的工作其实有很多 北京外溢的一些需求 在这比如说 搞有影视小镇一会我们去看一下 搞影视行业的 搞房地产中介的 还有一些就是搞这个工业 食品加工业的啊 然后我们这个社会整个就是一个 分层的社会吧 北京肯定是最高大上 北上广 如果挤不进那边的话 有很多人是到环京地带或者环户地带 长三角 珠三角那个地带 去谋求一个职位 定居下来 如果再不行的话呢 再去一些三四线城市 我觉得最不是特别理想的就是在乡镇 农村地区 是吧 那这个地方呢虽然比不上北京 但是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这个小区叫英国宫 就是华夏幸福基业 前两天爆出那个 爆雷的那个事情吧 就是华夏他们在环京地带建了很多这样的楼盘 然后前面这块这个高楼是一个喜来灯大酒店 那么喜来灯是一个四星还是五星级的酒店 我给忘了 那你看一下啊 如果你是我特别特别老的一个观众 应该你记得 就是我在这儿拍过视频 这地方 我是 我本人第一个vlog就是诞生于此 有的人还当时问我呢 说我在哪北京什么地方拍的视频 怎么周围 一个楼都没有 我当时拍视频的那个地方吧 三年多过去了 物是人非 这边已经建了很多的高楼了 已经不可同人语了 有时候挺感慨这个时代变化 非常之快的 你别说华人几年不回来了 像我如果半年不来这边 我都感觉到这边的变化特别大 我是来这儿随便吃一点吧 但是没人呢 中午的大中午怎么都关着门呢 以前我在这儿吃的 这儿都已经关了 换了 还记得我在这儿曾经采访过一个 地产小哥 他是来自东北的 就在这儿采访的 很可惜那个视频被我下架了 因为 他要求我下架 中国的同志啊 还是见不得人呢 有顾虑 他怕到时候他们家人发现 就是这样 没有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吧 到了这个年龄吧 尤其30岁40岁50岁 都是或多或少的 有这个社会上的 舆论的压力呀 家庭的 催婚呢 等等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 您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的话 很多事情其实是 很简单的 并没有那么复杂 啊找了一圈 没有什么 可以值得我一个人吃的 那么我还是去吃麦当劳吧 在不远的那边开了一家麦当劳 所以 麦当劳在这边都能开的话 那说明这块的人口已经到达一定的数量了 对吧 看到了吧 这就是 大厂影视小镇 知道那个偶练吗 天哪 你连偶练都不知道 偶像练习生 大厂男孩 就是指这个地方 范诚诚 蔡徐坤 都曾经到这来 卷过秀啊 还是做过什么综艺节目 这个这个就是影视小镇 哇这还有人呢 粉丝 今天是谁 罗一鸣 罗一周 生日快乐 你看 在这蹲着这 等着呢 门票是100块钱 挺贵的呢 我没进去过 但是得预约 反正在这外边是等着呢 你看 在这等着呢 搭着长枪大炮 祝罗一周生日快乐 是吧 选秀呢 选秀呢 好玩 偶像的魅力啊 偶像就是这么值钱 那些小鲜肉明星 他们说一会儿那个罗一周就出来了啊 我爱你 我爱你 可惜我不认识他 你们可能认识吧 偶练的 偶练第几期的 新的明星小鲜肉长得可 可水灵啊 但是 我作为一个大叔来讲对这些不敢冒 就是爱奇艺的录制现场 同时这里边啊 也录过魅力中国城啊 国家宝藏啊 像欢乐喜剧人的 什么乐队的夏天经典 涌流传 就是大厂在打造这么一个影视梦工厂嘛 寄那些什么横店呢 还有 还有什么地方 唐城啊之类的 就是后起之秀 这个影视城 它就是一个影视基地 离北京比较近啊 然后 主要就是这个 偶恋 大厂男孩那个大厂 就是指大厂回渡自治县 知道了吧 那帮人就是大厂女孩 守在门口 拿着长枪大炮的 在旁边就是这个地方是大厂书画院 它是国学的一个 什么 什么基地 这是谁 朱熙 看到了吗 朱熙的雕像啊 好吧 这个就是 人口13万的 大厂回渡自治县的县城中心 有这个817路啊 直达北京狼家园 好吧 今天就到这了啊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记得订阅 战监 咱们 记得 咱们 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